三十三 大树之才 鼎立于天地日月 受风寒蜀师之亲而成烟 故藏室植树 纵立屋顶 以黄胎萌芽而已 设若人者闭门造居 无何磨难 焉得强者之才也 凡是称为栋梁之才的大树 往往是经过锻炼 鼎立于天地日月 饱受风寒蜀师之亲而长成的 这些树在荒山野岭之中 受尽一切艰苦磨难 鼎受了数不清的风霜雨打 经过多年的锻炼 最后才能成为一棵很高很壮的大树 但如果把一棵树种植在室内 不管怎么长 就是鼎立于屋顶 它也是黄胎萌芽 它没有受阳光的照射 和雨露的滋润 没有在风雨中得到锻炼 所以长出来的东西 是嫩木胎芽 不能生用的 那么我们的人同样是如此 假使闭门读书 不经受磨难 不经受各种锻炼 与社会实践生活完全脱离 没有知道辛酸苦辣咸甜滋味的话 最后是不能成为强者的 不能成为强者 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 因此 要成为真正的人才 就必须要像古人说的 先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控罚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少一样 都不能成就其才的 因此 必须具备多元化的锻炼 最后 方能成为有用之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